启示录 第二十章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 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他捉住那龙 就是骨蛇 又叫蘑菇 也叫撒旦 把它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 将无底坑关闭 用印封上 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等到那一千年完了 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为神知道被斩扯的灵魂 可那没有败过兽与兽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他们都复活了 与基督一同做亡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 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各 叫他们聚集征战 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与蒙埃的城 就由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 被扔在硫磺的火壶里 就是兽和假仙之所在的地方 他们必昼夜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与坐在上面的 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之处了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 无论大小 都站在宝座前 案卷展开了 并且另有一卷展开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都凭着 这些案卷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 死亡和阴间 也交出其中的死人 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 死亡和阴间 也被扔在火壶里 这火壶就是第二次的死 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